我們看到其實不僅僅是大家拿起槍桿子來加入戰場 但是也有許多人是用不同的方式來溫暖烏克蘭的難民 像是有一名美國籍的西班牙裔的明廚安德瑞斯 他跟他的公益組織也就是世界中央廚房 就在烏二戰時一爆發之後 他就立刻動員當地的一些餐廚 在烏克蘭西部的城市利維夫等等的八個城市 要為逃離戰火的烏克蘭的難民來烹煮非常好吃的熱食 也希望可以為難民帶來一些希望 他表示說在當地有許多的廚師正在為難民來準備食物 那他要將自己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頒贈給他的獎金 運用在這裡希望可以一起來照顧烏克蘭人民的需求 他是在3月1號的時候進入到了烏克蘭的境內 那麼在接近波蘭邊界的城市利維夫 他是透過了推特來進行號召 要這個廚師們可以為烏克蘭來主食發起了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他表示說不會讓人民挨餓世界要幫這個大家來發聲 那麼主食物正是他們身為廚師的一個發聲的方式 好其實安德瑞斯在2010年的時候 曾經就造訪過這個地震摧殘的海地 當時他看到了災區之後呢他決定要創辦這個非引力組織 也就是世界中央廚房 希望呢可以為這些因為天災啦或者是戰禍而挨餓地區的人民呢 提供了一些熱食 那麼這個組織成立12年來呢是已經在全球呢 各大州供應過6000萬份的餐點了 他不僅一次登上這個世界雜誌白大人物 甚至呢還曾經被提名喔要繳逐這個諾貝爾和平獎了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